云南最美丽的原始森林 每年都会发生黑熊伤人甚至至死事件 牛羊也经常被熊灭时 科学家深入密林寻找黑熊袭人的背后原因 生活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及自然保护区的人 说起熊来一点也不陌生 不仅庄稼地里的玉米甘蔗经常被黑熊偷吃 村民的羊牛也经常被黑熊猎食 而近几年黑熊抓伤甚至抓死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黑熊频频照市 对于他偷吃玉米蜂蜜甚至村民的牛羊 这些行为村民们早已习以为常 为此当地也建立了相应的经济补偿措施 然而近年来不断发生黑熊袭人甚至伤人致死的事件 这让一些人产生疑问 多年的保护是不是已经让这里的熊数量太多了 超过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容量 当地的这个熊实在是太能祸害老百姓了 那么野生动物办公室就接过一个电话 村民举报说快来人吧 这熊把人杀了我们家九只羊 有些人不信说不可能 去那一看就傻眼了 为什么 这熊根本不是在吃羊 那是在玩 隔几米就一只山羊 隔几米就一只山羊 一共是14只羊 就被这个熊活活的给玩死了 这熊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脾气呢 刘芳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研究亚洲黑熊的专家 从2005年开始一直在调查研究亚洲黑熊 以及各地发生的人熊冲突问题 我们也想就是了解清楚这个人熊冲突 它主要发生在哪些地方 然后发生在什么季节 到高丽贡山的第一天 在和保护区工作人员商量调查计划的时候 他听到了一个令人十分不安的消息 如果这个地方的熊伤人把人弄死了 可能当地的政府就会弄一个警示往上报 市政府就有群同意 同意他们来捕猎 把它猎杀这只熊 这让刘芳想起几年前 发生在四川的一件事 2004年四川雅安的一条乡村小路上 聚集了来自十里八乡的人 群情激昂 这里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生了五起熊伤人事件 有人身受重伤 有人命丧熊口 这些人 有的是在山上放羊的时候 有人是在自家菜地里遭遇不幸 为了村民们的安全 村里组织有经验的猎户成立赶熊队 每天集体上山巡逻 试图把肇事黑熊赶回深山 结果并没有成功 几天之后 在村边的竹林里再一次发生了悲剧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乡政府申请了捕杀黑熊的许可指标 枪响之后 众人把一头两岁左右的母熊 从竹林抬到路边 恐惧才慢慢退去 保护区的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 在自己的辖区发生 在他们看来 熊绝对不会蓄意攻击人 个人理解这个黑熊 它不会主动伤人 它是不会主动伤人的 它伤人都是被迫性的 就是说它被军伤 而且你可能去猎杀 也不一定是猎杀到商人那之中 刘芳这次准备了30台红外相机 打算布放在熊经常出没的山林里 由此开始他在高黎贡山的调查 如果是公熊的话 它那个活动的区域可以到一两百平方公里 如果是母熊的话 也就是在两 有最小的可能是两平方公里什么的 带小仔的那种 它就活动的范围就小 可能两平方公里到十几平方公里 就等于如果你这个相机放得太密的话 你看你假设隔两百米 这个熊到这个来了以后又到下一个 就是说是避免它的那个数据的重复 高丽贡山山高淋密 熊的生活十分隐蔽 通常越是人际罕至的地方 熊越是悠然自得 相机布放在那些地方才能拍到熊 并能更多的了解熊的生活状况 保护站的护林员们常年在山间寻护 对山里什么地方熊最多 最爱出入什么地方十分了解 按照调查设计的位置要求 他们精心挑选了几个位置点 一共十个拍摄点 每隔两千米布设一个相机陷阱 每个陷阱由三台红外相机组成 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拍熊 第二天 刘芳跟着引战长一起前往第一个位置点 云南最美丽的原始森林 每年都会发生黑熊伤人甚至至至死事件 牛羊也经常被熊灭时 科学家深入木林寻找黑熊袭人的背后原因 都说云南十里不同天 果然刚刚走到半山腰 原本艳阳高照的天空开始布满乌云 越往上走 云层越厚 等赶到预定地点的时候 雨水早已经淋湿了路面 八月是高黎贡山的雨季 雨后的原始森林路十分湿滑难走 雨越下越大 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满意 大家顶着大雨 在林子里艰难穿行 寻找适合安放相机的位置 找了一上午 刘芳终于在一棵大树上 欣喜地发现了一些熊活动过的痕迹 这个是树的那个列纹 这个像 这个很规律的写的 一二三四 大家赶紧拿出尺子 在树周围进行测量 勘察是否适合调挂诱饵 和安放三台红外相机 那个林老师 林子里面就是这样 有桥木有树的地方 下面就有点空的 空旷 你看里面那个 全部是那个藤索 你就坐不进去 但是里面没树 没办法给你放那个扇接 还有一个黑熊 它也不会到那个里面去 人也不会去 所以你还只得选择这样的地方 为了成功拍到熊 吸引它过来拍照 他们在安放相机的中心位置 把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牛肉袋子挂了起来 光有现成的牛肉还不够 刘芳还带来了一种秘密武器 他散发出来的气味 几千米之外的熊都能够闻到 美国生产的一种野生动物的饮油剂 通过这个气味吸引它过来 然后主要是针对一些食物动物 这个气味是涂上去以后 大概可以持续一个月 是非常强烈 什么味道 太臭了 臭的 熊的大脑只有人类的三分之一那么大 但大脑中与嗅觉相关的嗅球数量 却是人类的五倍 因此熊嗅觉的灵敏度 是人类的两千一百倍 是警犬的七倍 刘芳用布设相机陷阱的办法 在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不仅成功引诱来了熊 而且还拍到了熊站立的样子 像人的指纹一样 熊胸前月牙图案也不同 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 有了这样的图片 刘芳就可以根据熊胸前的月牙图案 进行个体识别 更准确判定熊的数量和种群情况 相机陷阱不好之后 就等着熊寻门而来 为他拍照留念了 大家在回保护站的半路上 遇到一位放羊的老婆 他说家里的羊经常被熊偷吃 羊群多了 我们就这么损失 一年了 最少四五只 四五只 嗯 好 它不成仙呢 还在里边咬了一只 大马熊的那不只 狗发现狗都不敢咬 那个大爷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感觉 你总体在山上放羊子嘛 觉得你们这山上的熊 就是跟以前比的话 就是跟十来年前比 它那个数量啊 是多一点少一点 数量都多下了 原来也多了 原来也熊 原来也多了嘛 在半山腰的一个老寨子里 一位养蜂人告诉刘芳 熊不仅经常来偷吃他家的蜂蜜 而且是连着蜜蜂一起吃 就这个附近吗 来了 每年了 每年都会来 多少香啊 两香 两香 十一香 反过来一香 你看见它 它都不怕 不怕 它就很大了嘛 海里过来 我们海里过来 我们老师都靠 从那么海上了 他妈老师都大了 他大以后都不难过 别来过了 这个很危险 这种行为 这种你们要特别小心 就是把他激怒了 他可能要把我来 我们小心 刘芳之所以担心村民的这种行为 是因为在以往的调查中 很多情况都是因为遇到熊 吃羊或者庄稼 上去驱赶而遭遇不幸的 这个成年的母熊 在一百到两百多斤 那么成年的龙熊可以长到两百多 甚至到四五百斤都有 所以个体大 然后力气也很大 那么他还有就是他的那个爪子 他的那个爪子上面是长了那种利爪的 那么这个利爪在他攻击的时候 就可能把人的那个皮肤肌肉给划开 所以我们之前就是访问了解到的情况比较多的就是黑熊会攻击人的头部 然后甚至是肩部 那么主要的方式就是拿他的那个前掌 就是这样 很用力的去 就是去抓人嘛 抓完以后 有些人可能就被抓得皮开 肉占了 而从历年发生的黑熊吸人时间来看 熊抓伤甚至咬死人之后 往往弃之而去 并不会吃到肚子里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攻击人呢 熊 熊是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的 那么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呢 它还是害怕人类的 伤人的事情大多数是发生在就是人和熊狭路相逢的时候 或者就是突然遇上的时候 或者就是人就是试图去捕捉这个动物 然后没有一下没有成功 然后被动物反扑的情况也有 在调查中 刘芳还发现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黑熊吸击人具有很明显的季节性 夏季是高发期 那么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呢 既是黑熊主要的食物就是高山粒 成熟的时候 那么黑熊要到高山粒林里面来取食这个 它的这个巷子果实 但同时呢 也是老百姓去捡这个松茸菌的时候 所以就从这个客观上就增大了人和熊接触的机会 然后就更多的可能造成这种突然相遇 然后造成这个黑熊伤人的事件发生 说起和熊的接触机会 恐怕没有谁比保护区的人更多 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山里巡护 吃住都在山上 一干就是几十年 不仅经常看到熊活动的痕迹 有时候也会遇到熊 我进到黑熊是两次 一次是在这个山址大约是五十米左右的范围 看到它 当然是因为我们人多 它听到声音 它就迅速往那个树林里进去了 这是第一次进到 第二次进到是我一个人上山 在上山的路上 在一个庄文的地方 就是这么一个乖温正形式的 我走到这个观温的地方 就看到一只黑熊子从这个地方过来了 在这个时候 我第一发现我就不动 我就有一个十字跨步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黑熊呢 它在走它的 我就在观察它的动向 它没有任何方言的 这是自顾自的走路 只有从我的生命走过去了 当时的走路往我生命走过 它就达到我这里 有这么高的一个 尽管经常看到熊 甚至还遇到过最具攻击性的 带着小熊的母熊 但因为 护林员们都遵守着 不惊慌也不惊扰的原则 熊就像也在遵守这个原则一样 不会主动来攻击它们 从来没有发生过 护林员被熊咬伤的事情 这几年高丽贡山的人熊冲突事件 越来越多 到底是因为黑熊数量不断攀升 还是因为人类对熊的干扰 不断增加了呢 不放在山林里的三十台红麦相机 或许能够帮助刘芳找到答案 几天以后 有山里的村民说 他家的玉米地 有熊出没过的痕迹 刘芳和保护区的引战长 欣喜地一起赶往黑熊肇市的玉米地 因为他们在那儿安放了红外相机 想到相机可能拍到熊吃玉米的情景 一路上大家的心情有些激动 路边的景色也显得格外美丽 在林子里穿行了一个小时以后 刘芳在一棵大树上有了意外的发现 一行爪印在树皮上清晰可见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里头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往爬树的时候 抠下来的这个树皮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 后脚往下蹬的时候 蹬出来的 然后如果前掌的话 一般会是这样 倾斜的 倾斜的 这个地方也是 看到了吧 一二三 那么它如果这个转印特别清晰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转印的尺寸 就是这个指印之间的这个距离 这个这个距离 可以来判断熊的大小 如果你如果是我们根据这个来判断的话 这是一二三四 这样一个转印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很大的熊 这就没几天很新鲜 很新鲜的 你看 这个地方抠出来的 这个地方 因为这种树啊 你看到它的这个长满了青苔嘛 嗯 时间稍微长的话 再加上下雨 很快就看不清楚了 那么现在这个 你看到它内部的那个树皮 还是 还是非常 鲜的 颜色非常鲜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 没几天 刚爬上去的 紧接着在不远的一棵树上 又发现了一个熊的树巢 在那个树叉上 然后有那个树枝搭在那个地方 形成一个一个很大的鸟窝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熊它那个取食这个树上的那个果实的时候 留下的一种痕迹 我们叫树巢也叫取食平台 那它吃东西的时候呢 它是把这个树枝这样折过来 然后把上面的东西吃完了以后 又垫到它身子底下 所以它又折过来 然后吃完了以后又垫到身子底下 最后就形成一个很大的 有的时候是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取食平台 它就坐在这个台子上 再继续吃 在离这个熊搭建的树上取食平台不远的地方 就是玉米地 或许安放的红外相机里 拍到了这只在树上吃过果子的熊 刘芳满心期待地想看看 这是一只什么样的熊 这就是玉熊吃过的玉米 因为它这个明显的特点就是 它会转圈这样可能很干净 就像人吃玉米一样 就是你看颗粒不留 那么如果是野猪的话 它会就是它的那个牙齿的问题 它啃不了很干净 就是这一啃一下 这啃一下 然后还有很多残留的那个玉米粒 掰下来你看 这个地方呢 它就成堆了 这个也是 这个还没有啃完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它 这个就是它掰过的这个 这个玉米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站起来 然后用它的前掌把它掰下来 然后坐在这个地方吃 那么这个玉米的植株还是好好的这样立着 除了这个熊之外 其他的动物都做不到这一点 这里它大概破坏的 你看是 如果这个 棒子可以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八 八个 以前这个民间就会传说 这个熊虾子掰玉米 然后这个掰一个往鸽子窝里加一个 最后就只剩一个嘛 那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现场的话 它实际上跟这个传说还是差得很远的 它要掰了从就是掰很多个 然后集中到一个地方来吃 这里就有脚印了 看 大概就是 你看 这个形状 这边是它的指头在的地方 这应该是它的前脚掌 判断一下 这就是你绑的这台 我看了我看了你这个 你去站着水上 它不能看它那脚的 然而当刘芳查看相机的时候 却吃惊的发现 里面没有任何记录 没开 没开了 正好你刚才过来 它要拍照的 就没开 所以我估计不是没动我来 经过对玉米地的仔细勘察之后 刘芳发现多个熊出入过的痕迹 而且好像不是同一只熊来过 说明熊很喜欢吃这里的玉米 刘芳决定在玉米地和山林 相连的另一个入口 再安放一个红外相机 那你把这个给掰了 它会不会有异点 不会 我们来 我们和它说了 如果我们能拍到熊 给它赔偿 给它赔偿 这一次离开之前 大家又仔细检查了一片相机的各种设置 确保熊再次出现的时候 能够及时拍到它们的活动 在我们拍摄结束的时候 高黎贡山保护区 关于熊的调查仍在继续 人熊之间的冲突或许还会发生 科学调查会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 从而找到和谐共处的平衡点 红景天 人们口中的登山神草 高原人参 它对抗高原反应的神奇疗效 是安慰剂效应 还是确有其功效 走近科学记者 带您深入青海奇连山脉 寻找高原红景天